你的心對任何事情 我不是起一種執著 想做甚麼 是很自然地做一些事情 是一種無謂的境界 亦好像今年的宋歌 不取於上如如不動 不要執著某種 上某種表面現象 某種目的地做一些事情 是自發性地 像一個嬰兒一樣 很自然地做一些事情 這是無上境界 不是執著任何上境界 就是佛教是一種無上境界 如不動的境界 道教是一種無為境界 大家很接近 所以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佛教我們能夠靜化身口義 即是我們貪念 我們憎恨心 以及我們不夠智慧 這三項東西 導致我們的七情六慾 蓋蓋了我們的智慧 令我們的智慧啟發不出來 所以在修煉之下 如何將我們的貪念 憎恨心減少 慢慢慢慢分散出來的智慧 就會慢慢形取上來 提升出來 心境清靜下 就能慢慢回復身心本來的健康狀態 就是人最早期 原始那種最清淨自在的境界 本來有的智慧就會啟發出來 分散智慧就會啟發出來 所以佛狗強調智慧和慈悲 如何啟發自己潛著的智慧 當智慧提升時 對人亦有很大的慈悲心 另一個例子也說是Bill Gates 例子說一位老太婆在機場 她有很多行李 但她的孫子離開了 她想找回她的孫子 旁邊有個男人說 你幫我看著行李 不理她就找了孫子 找了孫子就回來 給這個人一元 謝謝你 孫子說有沒有搞錯 這是Bill Gates 你想想當時Bill Gates 以她的身家、以她的地位 老太婆叫她看行李 看完之後 Bill Gates最重要的說 很感謝你一元 很感謝你這一元 她覺得這一元 一生人來說 最開心所賺的一元 不是她多少億 而這一元 就是一個很無相的境界 老太婆不知道她是Bill Gates 如果知道她是Bill Gates 就不會這樣做 不知道她是Bill Gates 是一個普通人 她要這樣做 Bill Gates覺得很安樂、自在 很開心幫老太婆 然後她做完之後給她一元 這一元很珍貴 你想想Bill Gates 以她的江湖地位等等 他不著想 不覺得我是Bill Gates 你是誰叫我這樣做事 這樣的心態 很自然的境界 這是很難得的境界 已經達到一種接近無謂的境界 道德經說道法自然 這個自然不是說 想做什麼就是很自然 我喜歡做這個就是自然 其實這完全不是 也不是風景一種自然的現象 道法自然就是從宇宙萬物裏面 了解整個宇宙的真理、法則 而跟著這個宇宙的真理、法則來做事 加強自己學養 損害不應該外的事 才是自然 也就像佛教所說 空或無我 或諸法空相 這些名詞 都是那個境界 一個空的境界 一種無我境界 即是不執著我、無我 或者空相境界 亦是欣符經 大家知道欣符經 道家一定會懂幾個經 一個是道德經 一個是欣符經 一個是吳鎮騙的 這些一定要懂 欣符經也說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就是這個自然的規律 其實道法自然的意思是說 我一定遵守宇宙萬物的自然規律 我經常強調自然規律 就是道 一定能夠將整個道的思想 吸收了 了解到之後 這是自然之道 要解一切客觀條件 環境變化 那時候你才適時順勢 配合整體發展 全方位對待問題 因為很多問題很複雜 在全方位看它之後 好像佛教強調 我們不要執政兩邊 要取中道一樣 任何一件事說出來 就是偏一邊 偏一邊也不對 你要放棄兩邊的看法 要從多角度看問題 我就是校長看東西 不能說我校長是對的 先生看的問題 學生看同一個問題未必一樣 了解他們的看法之後 再整合之後 才能夠結論出來 才能夠被人接納 所以我一定緊貼社會的時代 自然之道 例如在管理方面 學校經常要做很多重要的決定 重要的策略出來 一般做法都是校長 學校經常要做一些負荷准等 作為研究策略出來 但我了解到我們的想法 是偏於管理階層的體會 老師的看法是怎樣的 未必一樣 學生的看法是怎樣的 學生的看法是怎樣的 我拿出來給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他們對這些初步構思 有什麼看法有什麼意見 可能他們看到一些地方 我們會疏忽 因為我們的角度不同 當我提出來之後 我們不會覺得它是針對我們的 一個比較無上的境界 當於聽他們的意見 如果他們的意見是對的 應該收取我們的政策策略 經過多年的諮詢下 你的策略推出來 接受性會高 成功的會比較大 這是接近自然的方法 如果我們墨守成規 以自我為中心 只會看自己 不能夠照顧周圍的變化 別人的感受等等 你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最不自然的 所以整個宇宙的自然 在整個宇宙裡面 互相影響著 太陽影響地球 地球影響太陽 互相影響著 任何事物互相影響著 沒有一件事能夠單獨 自己存在主在一切 所以任何事情是 互相變動 互相影響 互相照顧 才是最自然的 其實說道其實要 甚麼是自然呢 自然就是變 不停地變 不會停在那裡 即是不會任何事物停在那裡 好像佛教也說 我對佛教也有興趣 諸幸無償 諸法無我 就是說變 變就是只要變才是永恆的 又不是不停地改變 是因配合緣分的改變而變 整個宇宙就是這樣發生 這樣才是自然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成功 要快樂 要有非凡的智慧 軟大的目光 要闊大胸襟 知人善勇 轉入無謂的境界 以達到無謂而無謂的境界 首先要放下自我 不要執著 儘量去除貪親癡 這些壞習慣 處處以大我為著想 比一間大學來說 我一定要以大學整體的發展 對社會貢獻 對學生的優處等等的出發點 配合整個社會發展 不能因為某個人 某件事 我會就他處事 應該以大為重 以小為小 當時到境界的時候 我們的智慧慈悲慢慢地增長 心量也會廣大 身心健康 是會安長自在的 當時你的生活是自然的充實 因為當你沒有貪親癡的時候 或者減少貪親癡的時候 你用這個貪念 就少點追求 減少憎恨心 少點疲憎心 你心是很安長自在的 五日夢迴的時候 你不會怕的 當你自己很多時心無掛愛 也沒有任何擔憂 那個境界是一個最安長自在 是真真正正快樂 當成功的境界 老子認為 有好企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